您好,我是昆仑刘石,欢迎来到书馆,咱们一块聊天讲故事 那今天咱们要讲的一宗一派一位大师啊 那是一位拯救了藏传佛教,力往狂男行的人物 那么是谁呢?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宗喀巴大师 创建了皇教格鲁派的宗喀巴大师 也是啊,第一世的甘丹赤巴,第一世的达赖喇嘛 以及班禅大师,这些耳熟能详的宗教领袖的老师,亲师父 那为什么我得着重的说是亲师父呢? 因为藏传佛教啊,很多这个高僧大德有不讲的地儿 他们呀,有攀师父的,就是说呢,自己本来有老师 但是啊,就是老师成就不行,得往前攀几代 说我这本事啊,是我师爷传我的,是梦里传我的,这叫仙传啊 哎,说到这儿呢,咱们提一句,这宗喀巴大师啊,也有这么点这意思 哎,您往后听,好玩极了 这宗喀巴大师啊,不但是刚才咱们说的之前这三位宗教领袖的老师 而且他还是这个明朝册封的大慈法王将亲确洁的亲师父 哎,这也挺有意思啊,这位大慈法王将亲确洁啊 哎,比这宗喀巴大师还大三岁 哎,那您听的都挺有意思的吧,那您接着听,我呢,接着给您往后讲 要说呀,这宗喀巴大师啊,这身上可能存在个人魅力 但是我觉得啊,这个人魅力可能完全来自于他的学术 来自于他的佛法,哎,对经典的理解上 那么从个人形象上的个人魅力啊,我看悬 为什么呢?首先说呀,对广大藏区人而言 这宗喀巴大师啊,他有口音,他为什么说他有口音呢? 他是这个安多藏区,他们家在哪呢? 他们家在这个青海省的这个塔尔寺父亲 青海湖边上,现在说呀,是这个黄中县 过去说呢,这巡化县和黄中县呢,哎,这个都有可能 现在呢,这两个县也都说这宗喀巴大师啊,是他们县的人 那这藏区人的主流啊,前藏后藏,也就是魅藏地区的人说呀,这安多的马 也就是说这藏族啊,要想用好马都出在安多地区 现在的青海地区,所以这人呢,就一般般了 他们认为这个安多人说话有口音,哎,对了 这宗喀巴大师说话就有口音 而且呢,让这个魅藏地区,尤其是前藏拉萨地区的人听起来呀 这个口音还挺切 并且啊,让他们更为不习惯的是呢,这个宗喀巴大师本人呢,还吃生蒜 这也就是在藏传佛教,只要是在这个中原佛教啊 这算不算是五婚的这个,我也不太清楚 有知道的老师呢,留言区给我指点指点 这大小五婚呢,都是什么 哎,可是最后呢,谁也没想到 就是这么一个操着窃窃的口音 嚼着生蒜来自于偏远地区 括号啊,当然这偏远地区指的是以拉萨为中心的藏区的偏远地区 那么在咱们中原人看来呢 西藏和青海比起来呀 那西藏才应该是偏远地区呢 不但是咱们这么想 当年皇上也这么想 您忘了吗 我跟您说过 这个雍正皇帝的圣旨里 这个圣旨是写给年刚瑶的 圣旨上说呀 这内地的这些贼喇嘛 当除必除 但除必有因 且要做没奈何状 不可伤众蒙古之心 哎,关于这句话 咱们在这一个字都不解释 两种原因 一是前边咱们聊过这句话 其次呢 咱们往后还得聊 咱们接着说咱们的书 别解释太多 咱乱了 那要说到宗喀巴大师呢 他的父亲呢 其实也不是一个普通人 他是原末监管当地军民政务 以及地方的一位实力派的官员 名字叫做达鲁花翅 这母亲呢 也留下了名字 这母亲的名字叫做兴萨阿切 这两位老人呢 一共生了子女六人 宗喀巴大师就排行在第四 那句老话说的好的 就一人得到鸡卷升天 后来这宗喀巴大师的父母 也都得到了糊涂克图的称号 哎,有这么一个称号啊 就可想而知 肯定不是在活着的时候啊 受认的 那应该是啊 这个死后追认 因为宗喀巴大师啊 是原末明初的人 那糊涂克图这称号呢 是清代才有 一直沿用到民国 哎,神奇的事来了 就在这宗喀巴大师 长到三岁的时候 有这么一天呢 有一对喇嘛就来到他们家了 这对喇嘛的领头人是谁啊 就是四世的大宝法王 名字叫做若比多杰 当然了啊 这个文献上都是这么写 这都是后世系的文献 咱们还得重申一句 这会儿啊 这四世活佛若比多杰呀 他还不能叫大宝法王 他应该叫 嘎嘛嘎举派黑帽子 嘎嘛巴活佛 那跑到他们家干嘛来了 有两种说法 一种说法啊 是慕名而来 知道他们家呀 有一位聪颖 会跟长的小孩 过来呀 给这个小孩啊 受戒来了 还有一种说法呢 就是说这个 宗喀巴大师的父亲呢 他本来是一位官员 招待这位活佛呀 招待的很好 所以活佛才提出来 给他们家的小孩啊 受戒 那听故事呢 您捡热闹的听 我劝您还是按照 第一个说法相信 这故事啊 好往下捋 这必定后来 这宗喀巴大师 是一代开派祖师 大成就者嘛 那么说 这四世嘎嘛巴 颠不颠的 从那个拉萨 从这个魏赃地区跑来 就是为了 给这个三岁的小孩受戒吗 当然不是 路过呀 他要去哪啊 他要去现在的北京 当时叫大都 给这元顺帝呀 哎 教秘法 教什么秘法呀 咱们前头讲过了 挺没溜的 他要给这皇二娘娘啊 去传授这个 双修的秘法 您听听 哎 是不是够没溜的 那有人说 是给这个宗喀巴大师 受比丘戒吗 不是 那受了比丘戒啊 就真当和尚了 给这个宗喀巴大师 受的是啊 近世戒 也就是居世戒 在家修行 只要守五戒就行了 啊 什么杀 盗 淫 忘九 受到近世戒啊 这男的呢 就被尊称为叫做近世男 女的呢 叫尊称为近世女 那眼神不好的呢 就尊称为近世炎 哎 这是开玩笑 您别当真 那说黑帽的 噶马巴 他入比多杰 给这个宗喀巴 三岁的宗喀巴 受完了这个近世戒之后 人家就走了呀 可是啊 没过多久 又一位喇嘛来了 这喇嘛的名字叫什么呀 叫顿朱仁钦 是人家本地 青海本地的一位高僧 这位高僧啊 就一定呢 要和这个宗喀巴大师的父亲交朋友 施舍给啊 他们家很多的牛羊牲畜 那这宗喀巴的父亲一问 说那您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位大师说呀 我就想要你这个儿子 你们家老四 跟我学习佛法 让他出家 这老头一听啊 哎 那您干嘛非这么大费周章呢 其实这是好事 我们乐意 于是在宗喀巴大师 七岁那年 就入了夏琼寺 正式的败在了 根顿人心的这门下 给取了一个法号 名字叫做罗桑扎巴 什么意思呢 就是又聪慧又善良的意思 那咱们说到这儿啊 咱们得停顿一下 那么说这个宗喀巴 就是这位大师的法号吗 不是 这位大师的法号 刚才咱们说了 哎 叫做罗桑扎巴 就是又聪慧又善良的意思 那么为什么称呼他为宗喀巴呢 因为在这个史书上 咱们中原汉族的史书啊 大概是宋史前后啊 哎 他记载宗喀巴 他们家旁边那条河呀 哎 叫做黄水 那条河的名字叫宗喀 那个地区也叫宗喀 宗喀巴呢 是以这个地区作为冠名的前半部分 巴是对这位大师的尊称 您像这个嘎举派 什么这个下马巴活佛呀 嘎马巴活佛呀 哎 就这意思 那咱们在故事当中呢 为了不让您搞乱 咱们不提啊 他这个法号 哎 咱们只提他是宗喀巴大师 这宗喀大师啊 七岁的时候 入了这个夏琼寺 败在这个顿珠人心门下 他受了这个圣洛 洗金刚 大伦 大威德 等等的密宗灌顶 并且呀 还受了这个沙弥界 正式成为了和尚 这一学呀 就是十年 到十七岁的时候啊 那就腹葬深造 为了更好的求学求法 跑遍了拉萨呀 日喀泽等等的 大小庙宇 并且发小红篇大院 不得真法 我是绝不东归 哎 这个东归啊 说的是青海 不是东土大唐 二十五岁之前 这大师啊 就学完了 这词事武论 然后呢 不但学习了佛法 还学习了戒律 到了二十八岁的时候啊 这宗喀巴大师 正式受了比丘戒 哎 这样呢 就可以开谈讲法 哎 收徒弟了 并且呢 他还学习了这个萨迦派的什么道果秘法 大手印 哎 这些他都掌握了 并且呢 他肯定也学了纳洛六法 要不就呀 他后世的这个徒子徒孙 像什么这个达赖呀 班禅呢 也不能啊 利用这个纳洛八六法里边的千石法门来转世 那至今为止呢 宗喀巴大师二十八岁 您记准了 至今为止啊 这宗喀巴大师还是一位嘎当派的僧人 他主修的还是这个嘎当派阿底侠大师的菩提道次第广论 您记住这本书啊 咱后文书还会提 这本书是这个嘎当派的祖师爷阿底侠大师所著 宗喀巴大师要想从这一位高僧转化成一代宗师啊 还得从这本书上做文照 按常理说呢 咱们讲到这儿啊 就得说一说 为什么这二十八岁的大师宗喀巴在过后的没几年 也就是三十一岁的时候 就非得要开宗立派建立格鲁派了 但是咱要聊天吗 咱就得把这故事上聊全了 刚才咱们讲的这些基本都是世俗 也就是宗喀巴大师 为什么从年纪幼小的三岁的时候 就得到了这个活佛的认可 给他受了居士戒呢 那刚才咱们讲的这些无非都是世俗的观点 那这里边有没有宗教的 藏传佛教宗教的隐喻的说法呢 有啊 这宗喀巴大师有一位学生 二徒弟名叫 不是 二徒弟名叫 这柯朱杰 这柯朱杰大师啊 您听着可能耳声 不过他转世转来转去啊 他有另外的一个名号 叫做班禅俄尔多尼 这柯朱杰大师呢 就是第一师的班禅大师 这本书的名字就叫做 宗喀巴大师密传 这本书里边啊 对宗喀巴大师为什么一出生 也就是在三岁的时候就能被活佛关注啊 有了明确的说法 他是这么说的 他说这个少年的喇嘛呀 叫做乌玛巴 您瞧啊 咱这段书不好说 怎么说呢 拉点还带点 本来给您拉点呢 这典故里又出现了一个人物 叫做乌玛巴 咱们还得把这个乌玛巴呀 稍微的交代交代 这乌玛巴是谁呀 乌玛巴呀 也是一位有成就的高僧 何时出生 何时元济 出家在哪山哪寺 史料不及被宰 只知道他是一位高僧 他的家乡在哪啊 哎 巧了 安多地区 他和这个大师宗喀巴呀 这两位高僧 出生在同一个地方 说白了呢 这俩人呢 就是落想 这有史料记载 这两个人第一次相会呀 是在宗喀巴大师 已经成为了一代宗师以后 两个人才第一次见面 属于是这个星星西星星 那都得是这红武23年了 宗喀巴大师啊 来到后藏地区的 鲁雀龙寺文法进修 然后这乌玛巴大师 得知他来的消息以后啊 才特地来拜会他的 那据说呢 这乌玛巴大师啊 比宗喀巴大师啊 年长个十几岁 这乌玛巴大师就说呀 我早就耳闻过您 那聊天吗 这宗喀巴也得问呢 那您是什么时候 听说过我的呢 这乌玛巴说呀 那会儿大概我十几岁吧 这宗喀巴大师 召喇召喇 这位师兄啊 琢磨琢磨 哟 那您十几岁的时候 我大概其实也就 刚出生不久吧 两三岁 哎 对了 那会儿您呢 刚接受过这个居士介 也就是说呀 是在宗喀巴三岁的时候 哎 这之后啊 可就是这个克诸杰 这本书里写的了 宗喀巴大师 秘传中就这么记载 这个乌玛巴说呀 那会儿啊 我已然是喇嘛了 我出家早 可是呢 就因为年纪小啊 也没接受正规的佛法的教育 这四里啊 就给了我一个修炼的任务 哎 什么呢 放牧 放牛 有一天啊 这放着放着呀 就入定了 入定之后啊 哎 可就见着这个文书菩萨了 我一见着文书菩萨 这菩萨不嫌弃 我们爷儿俩呀 还就聊起来了 哎 那我就问这个文书菩萨 说宗喀巴很有名 这位居士日后必有大成就 那他的前世今生又是什么样子呢 哎 这菩萨呀 也不隐瞒 就直接告诉他了 说你要想知道这个宗喀巴的前世今生啊 那我说说你听听 那是在想当初 这宗喀巴的前世啊 那还是在这个释迦摩尼讲经做法时期 哎 那会儿啊 这个佛陀还在世呢 宗喀巴在印度 他就诞生了 他是一个婆罗门的子弟 哎 这第一世的时候啊 哎 他的会根就长 他受到了这个信解智菩萨的教导 这菩萨呀 非常喜欢他 不但把他受为了弟子 而且留在了身边作为了佛士 那什么叫佛士啊 您看那观世音菩萨旁边站的那个什么龙女啊 什么善才童子啊 哎 对了 就是那个干干净净的小丫头 小小子 那个呢 就是佛士 事奉在观世音菩萨两旁 那您想啊 天天站在菩萨身边 自然听到的佛法教诲就多 不但站在菩萨的身边 还时不时的跟随信解智菩萨来到佛陀的身边听法 那你想想这久而久之啊 这宗喀巴的前世 他能没有大成就吗 说有一次啊 这个菩萨又带着他呀 到这个释迦摩尼佛身边去听法了 就在这时候 宗喀巴呀 就升起了菩提心了 他用一串这个纯洁无瑕的白经宝珠供于佛前 于是这佛就在宗喀巴的心里 拨下了一粒智慧的种子 这就是宗喀巴的前生 在这儿啊 我得重申一句 咱们给您讲故事呢 是把那个书里那些不好懂的东西给他口语化 但是呢 这个意思绝对是大差不差 按照这个科竹阶大师宗喀巴大师密传的原文讲的 不信您可以查原文去 您要是这查不到原文呢 拜读一下啊 可能也能查了个八九不离十 那得了 今天啊 咱们就聊了聊这宗喀巴作为大师 还不是宗师期间的故事 明天呢 就要讲了这宗喀巴大师是如何成为一代宗师的 并且在宗喀巴大师身上 您将看到非人的犹如神明一般的智慧 得嘞 听好说啊 您明儿早班 您别忘了 查案点赞一键三连 是您对我最大的帮助 有什么话 明天接着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